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来了之后马以后马咪一上马就跑走跑了一圈是吧 然后在那一段时间我爸的表情非常的吓人 因为马咪好像一身招呼不打的就骑上马以后就绕了一圈才回来 马咪骑马回来之后我爸才开始笑的 你知道多可怕吗 而且这次前后对比好大啊 我感觉我把你掌控欲好可怕啊 就是马咪一身招呼都不打齐跑了之后 然后的话他就是那个眼神就是有点凶狠 真的我想到了两个词就是凶狠 他动了那个嘴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 那种脱离掌控的味道 天哪真的是超级可怕 然后就是我在整理这一期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点好像我错了 就是我当初的时候我一直以为 妈咪在拍这一段的时候 是身体不舒服的 但是因为他瘦了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身体很不舒服的 然后的话我在我印象中 马菲这一段路透透是他很虚弱的靠在马咪身上 但是无论是把头然后靠啊 还是说在怀里面 就是很多这种动物你懂吧 然后的话我就给我脑里面形成了一种思维 就是说 嗯 妈咪在这一段的拍这段戏的时候 是很累的 是 是很柔弱的是吧 然后 哦哦 昨天的时候我又看了一遍 有关马贝的所有视频 然后在那个酷的肺花絮那里 我看到妈咪老脚健了 就是马一来他兴奋的不得了 他就是上马溜了一圈 一圈回来之后 他上马的时候还蹦蹦的蹦上去的 本来我觉得我自己整理这些东西 就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 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我觉得我这一种 忘心那么大的人很需要我自己整理一遍这些材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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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